科幻小说 玫瑰与蠕虫 原著 罗伯特伊巴图林 炮弹如同火雨一般砸向地球 日日夜夜不曾间断 热辐射点燃的大火几乎笼罩了整片陆地 接着 由于大量的海水蒸发 一场飓风般的热带暴雨轻驻而下 大雨将大火扑灭 但同时所有的植被 甚至连土壤里的微生物都以化为灰烬 除了那些遭遇炮击较少的两极地方 还奇迹般地保留了一些太原 其余所有的土地上 除了裸露的岩石 沙漠和毫无生计的泥滩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2295年9月 地球就这样 灭亡了 这一切都要从外星遗址 盖程的发现说起 而101年 自动化月球车在阿芳索环形山考察时 发现了土壤成分异常 月球的土壤一直是各种金属硅酸岩的混合物 但是这个区域的金属浓度却异常的高 尤其是单质钙 月球上没有其他地方与此相似 更加奇怪的是 钙金属异常分布的位置很规律 在1000米范围内呈规则的六边形形状 毫无疑问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 这一切根本不可能是人为所导致的 媒体给此地起了绰号 名为盖程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 几何形状的网格表明 它曾经是由望远镜和天线阵列构成的一个自动天文观测站 而不是什么助人基地 科学家还发现了冷却系统的电路和管道残留物 通过分析宇宙射线粒子在金属颗粒中呈现的轨迹 可以确定盖程灭亡的时间 二十世纪中叶 历史学家发现 正是在那时 也就是1958年 也正是在阿芳索环形山 天文学家科技列夫观察到了异常的气体释放 科技列夫本人将这种现象的原因解释为火山活动 但这一观点很难让人信服 因为月球的地质活动在数十亿年前就停止了 直到现在 盖程被发现后 人们才得知科技列夫当时观察到的实际上是一系列爆炸现象 它们使天文台化为了灰烬 他很有可能观测到地球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或某个核试验之后 自毁了 在离地球这么近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外星天文台废墟 这使人类感到不安 外星人在监视地球 并且不想被人类发现 一旦有暴露的风险 它们就立刻炸毁了观察站 它们不希望与人类建立联系 它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在它们的计划中 地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在很久之后才进行到下一阶段 2184年 两位天文学家在天鹰座一颗暗星的光谱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颗星星用肉眼几乎看不到 它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目录代码 HD 183658 它与地球相隔108光年 在众多与之类似的G级黄矮星中并无独特之处 但有一点很奇怪 在其光谱的红外部分 有一条极霞极亮的射线 而之前的观察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 它看起来更像是该星球附近某处强激光放射线 一道瞄准太阳系的激光放射线 它不可能是信号 因为放射线的亮度没有变化 无法携带任何信息 有一种假说是 HD 183658的居民已经向地球发射了一艘光帆 而激光发射器旨在加快它的速度 类似的技术早已被人类所使用 从21世纪开始 多个光帆就开始绕着太阳系飞行 所以这个假说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这一系列发现的时间更加能够证明这一假说 1958年 月球观测站显然将地球人已经进入太空的信息 传达给了母星 并进行了自毁 108年后 HD 183658 接收到了这一信息 经过几年的准备后 该星生命启动了助推放射器 派出探险队向地球出发 然后又过了108年 在2184年 地球上观测到了放射器的启动 这一切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阿奎拉人试图了解人类 并且正在向地球靠近 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地球人一直在惊慌地猜测 并试图与阿奎拉人建立联系 就这样 半个世纪过去了 但他们毫无回应 看不见的阿奎拉人舰队 就在太空的某处 正在迅速接近地球 没使过疫苗差距 人类沉默所导致的恐惧 就增加一分 2232年 这一疑问终于有了定论 一台永久对准 HD 183658的 半智能轨道射电望远镜发现 该星球附近 仿佛凭空出现了一个 天阵同步辐射源 在其历史数据中 射电望远镜机器人 公布了这个新物体的 惊人参数 距离57光年 磁场强度约400高斯 接近速度半光速 直到现在 事情才变得完全清晰 首先 HD 183658的红外激光 将星舰加快到半光速 星舰依靠惯性 以这种速度飞行了一段时间 然后启动了磁场 为了制动 该磁场的工作原理 就像降落伞 对迎面而来的星际离子流产生阻力 而磁场中 离子的制动 导致地球上可见的 无线电辐射 所以外星人并不只是 开着超大马力的星舰 朝我们的方向飞来 它们还制动了 它们打算停留在太阳系 而最重要的是 它们依旧没有在任何波段 发出类似信号的东西 人类陷入了恐慌 却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印度洋尼亚 美罗巴和太平州 三个大国政府放弃争执 紧急成立了联合太空舰队 并授与首领层 掌握整个地球的独裁统治权 同时采取计划 在月球附近的行星和小行星上 建立指挥所和工业基地 开始打造地球的主要武器 萤火虫群 它是位于水星轨道内的激光发射器聚匀 每个单独的萤火虫的功率都不大 但是通过同步运行 它们能够将光帆上的动能炮弹 加快到惊人的速度 根据人类太空舰队的计划 阿奎拉舰队早在2170年 就启动了磁场降落伞 按照从半光速减速到零速度的时间推算 阿奎拉舰队应该会在25世纪初到达太阳系 用200年时间建成萤火虫群 届时向侵略者的方向发射光帆炮弹 这些炮弹将会以1%光速 撞击太阳系遥远边缘的阿奎拉舰队 撞击能量用以消灭敌人 绰绰有余 计划看起来很完美 但并非一切都在战略家们的预料之中 2295年9月19号 太空舰队的首席天文学家向统帅 递交了一份简洁的报告 报告中提到 一个小时前来自阿奎拉舰队区域的热辐射流 急剧增加 但发出辐射的不是舰队 而是别的某个东西 它比舰队离地球近得多 而且正一半光速在靠近地球 这很容易解释 在开始减速之前 一些炮弹从阿奎拉星舰舰身上脱离 炮弹并没有减速 而是以原速度半光速继续前进 而这些炮弹与太阳系行星际气体相摩擦 产生了热辐射 从距离和速度来看 离炮弹撞击地球 只剩下27个小时 不需过多解释 炮弹以如此害人听闻的速度轰击地球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是显而易见的 统帅冷静而高效地做出了决策 约有100艘载然航天飞机 做好了发射准备 并携带人类最为珍贵的东西 封存的人类卵细胞 为太空殖民地和封闭生态系统准备的人造细菌 和其他生物材料进入了轨道 航天飞船只能容纳几百人 大批量转移人口是不可能的 只能转移最有价值的专业技术人员 大部分人口都躲在地下掩体中 23世纪起 各地就开始建造地下掩体 统帅本人仍留在地球上的中央指挥所 他一直在指挥疏散工作 直到无线电通信断开前的最后一刻 9月20号 随着第一枚炮弹穿过了大气层 大轰炸开始了 地球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没有一块大陆一片海洋 幸免于攻击 地球化作一片焦土 幸存的人类文明 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太空殖民和重建地球 直到2418年 人类将萤火虫群瞄准了阿奎拉舰队 一击击中 人类自以为在与阿奎拉人的战役中 取得了胜利 战后不久 驻扎在金星的太空舰队统帅 便为了满足一己之私 命令所有殖民地 为他建造一艘巨大的私人星际飞船 这让两大主要殖民地 开始反抗太空舰队的暴政 之后的众多殖民地们 纷纷宣布了独立 展开了政治斗争 而处于风暴漩涡中的 便是莱安诺殖民地 一颗人工改造过的小行星 太阳最大的人类工厂之一 人类的生活这次似乎回归了安宁 但是沉浸在 劫后余生的人们所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的瓶颈 都只是暂时的 其实阿奎拉人并未战败 他们只是偷偷地躲了起来 并向地球释放了一种名叫黑花的植物 说是植物 其实是阿奎拉人的一种生物机器人 黑花如玫瑰一般 娇艳妩媚 却携带着恐怖的病毒 一开始的黑花与流浪狗 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没被花刺到的东西 会被狗群赶向花的旁边 而被花刺中后 就会身不由己地返回到这里 孤独地面临着死亡 并被黑花吃掉 成为花的肥料 狗群也乐意将花所在的地方 当作食草 满足对食物的渴望 人类一旦感染了黑花病毒 先是瘫痪 之后是癫痫 自我的胡言乱语 大脑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 还有其他的外在主宰者 最恐怖的是 这个主宰者 会让你不顾一切地 将所有和你有关的信息 发给土星中转战 让人变成一具僵尸 逼迫自己 把血入身体的信息 传送出去 发送的信息 还会经过 本人并未掌握的 异形加密语言 进行加密 同时 另一股外星势力 也在很久前 就对太空殖民者 虎视眈眈了 2481年 时任太空统帅的 麦斯威尔扬 安排自己的女儿 拉扎扬 前往小行星 莱安诺 寻找 格温尼德博士 著名的 神经元学家 拜托他破译一份 太空舰队的 最高机密 这是一份 太空舰队 摇测站 早在300年前 就收到的 外星声明 通过在 爱行星 赛德纳的转换器 发送过来的 巨大的 加密数据包 赛德纳方 甚至为人类 提供了一个 解码程序 条件是 让人类开放 所有电脑设备 所有密码 和协议 接触者 向太空舰队保证 破译这些文件 将有助于人类 阻止 阿奎拉的入侵 太空舰队 对这个建议 极为谨慎 担心这是 阿奎拉人的把戏 担心程序中 含有 恶意病毒 所以之前 并未急于 启动 解码程序 他们专门打造了一台 名为 咸尾蛇的 可逆电脑 格温尼德博士 开始着手 解密工作 他将文件 通过植入物 放进自己的大脑中 进行观察 一些虚拟 躯体的形状 在他的空间 想象中形成 先是一朵 黑色的玫瑰 渐渐的 玫瑰枝叶上 出现了一些蠕虫 蠕虫 在吞噬着玫瑰 但似乎再过一会儿 玫瑰带刺的枝条 组成的掠夺网络 正在步步瓦解 虫子的身体 不再包裹着玫瑰 而是变成那些枝条 将自己编入其中 虫子 会绽放成新的玫瑰 吞噬它们 再绽放 格温尼德博士意识到 虫子就是玫瑰 玫瑰就是虫子 它们本就是一体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人类以为 加密数据包 会是救命稻草 但奇迹 没有降临 在解密的一开始 敌对的蠕虫病毒 便逃逸了出来 通过莱安诺图灵 掌握了这颗小行星 最高统帅下令 对莱安诺的信息 进行全面隔离 除了特定频道 停止一切通信 人类以为这样 就可以消灭蠕虫病毒 但是并非如此 蠕虫病毒 通过机器人 找到了扎拉 并和扎拉进行了谈话 他告诉扎拉 他和阿奎拉人 并不属于同一个文明 但都属于多体生物 它们都代表着 银河系文明 更准确地说 是银河系信息网络的 子系统之一 它们把它称为 银河系网 它们并没有 把人类当作敌人 它们的目的 都是为了推动 太阳系的殖民地发展 将人类也纳入 银河系信息网络 只不过 它们采取了 不同的方式而已 阿奎拉人 其实是一种职业 清道夫 而实施打击 也只是按照 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进行的标准程序 甚至就连人类目睹到 清道夫的舰队 开启的制动引擎 和攻击时间 都是清道夫 故意为之 如果人类成功 进入太空 则将人类纳入网络 如果不成功 会将人类隔离 或是彻底摧毁 对于银河系网来说 任何能够 进入太空的文明 都是一种威胁 对于拉扎 为什么不把 所有星球都接入的问题 蠕虫解释说 它们并非是 人文主义者 袭击 更像是某种过滤 优胜劣汰 为了淘汰掉 连组织防御 清道夫的能力 都没有的 愚昧无知的文明 因为银河系网 不需要愚笨的文明 蠕虫则认为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 人类就像蚂蚁一般 最终都会摒弃单体 越来越社会化 从而最终走向多体 至于为什么蠕虫 要控制莱安诺 蠕虫似乎有些别的情绪 他讲 自己只是对 这颗人类工厂感兴趣 对关于人类身体 和大脑构造的一切 感兴趣 但苦于人类三百年来 从不肯跟他们分享信息 他们不了解人类的构造 就无法与人类进行对话 他们想要与人类沟通 所以目前人类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通过阿奎拉人的玫瑰 进入银河系网 它已经在地球上投入工作 感染毫无戒心的人 控制他们的神经系统 将人类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到目前为止 感染者虽寥寥无几 但很快 感染过程就会变成雪崩式的 无法控制 第二种 通过蠕虫 蠕虫邀请拉扎 担任银河系网 在太阳系的代表 引领人类的文明 开启连接银河网的进程 蠕虫的目标 是想和人类一起 和平地定居在太阳系 与人类共享太阳系 扎拉意识到 银河系网 无论如何都会赢 不论是通过玫瑰 或是蠕虫 玫瑰会让人类社会崩塌 造成战争和大规模伤亡 玫瑰会引起一场大混乱 只有被玫瑰感染的人 才能存活 就像是一场世界末日的 僵尸危机 但在蠕虫的方案里 扎拉则是唯一的僵尸 选择它是因为 它们需要一个人 在全人类面前 说得上话的人 可不是吗 还有谁比它更合适呢 蠕虫它们 自然是说不动父亲的 那个太空舰队的统帅 全人类信任的人 对人类口中阿奎拉人 恨之入骨的人 自然是不会和它们 这些外星生物合作 只能使它 这个统帅的女儿 这个想象父亲 证明自己的女儿 它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扎拉同意了 但青道夫抢先了一步 玫瑰已经成功感染苍蝇 并让嗡嗡作响的苍蝇 感染了大量的人类 再过几周 最多一个月 就会感染所有地球人 然后是太空人 随后的几天里 蠕虫在扎拉的意识里说道 它们需要和青道夫谈谈 在扎拉与青道夫的谈话中 青道夫甚至不认为 它们之间是在战争 它们互为敌人 青道夫认为 它们是号召人类 前居至无垠深空中的人 把人类融合成一个星际体的人 最终 扎拉以萤火虫群作为交换 用蠕虫给的药物 成功阻止了黑花病毒的 进一步扩散 因为阿奎拉人 同时也需要 萤火虫群的涉嫌压力 帮助它们的兴建加速 去净化其他世界 在这场人类 从单题到多题的净化历程中 这场被高等文明 完全操纵的战争中 人类终究是没能打破 高等文明的束缚 扎拉奉献了自己 拯救了人类 统帅却决定 用萤火虫群对准地球 计划逐步 用虫群的辐射波段 对地球进行消毒 给未受感染的人 留出时间 躲进被隔离的殖民地中 这一决定 对地球上的人类 似乎并非是什么好事 因为消杀病毒的同时 地球人也会被杀死 这样的鲁莽行为 是如虫万万没有想到的 因为单体 在演变成多体生物的过程中 通常会失去个体的思考 而人类个体 总是在犯最愚蠢的错误 扎拉发布了演讲 他称自己的父亲 太空舰队的统帅 患有精神疾病 违反了太空舰队签署 要保护所有人类的协议 企图要毁灭地球 而他作为太空舰队的工作人员 将不会再服从统帅的命令 人们也纷纷选择了抗议 太空舰队中各支位的指挥官 最终拥护扎拉 成为了太空舰队的临时统帅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人类看似一败涂地 但作者在书的结尾处 埋下了伏笔 第一个发现黑花病毒的人 阿尔列金 最终战胜了黑花病毒 并且也找到了更多的幸存者 也许未来的世界还有救 《玫瑰与如虫》 是一本十分硬核的科幻作品 因为作者本身就是 理论物理学学士 历史学博士 从事人工智能系统开发 作者以丰富的知识储备 构造出了一个坚实的世界 更难能可贵的是 书中有很多脑洞大开的设定 如小行星改造 神经元电脑等等 我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 看到了他们的影子 或许在未来 真的可以成为现实 你会作者的相同 你会说 你会在这里